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子等会就不会卡纹了 接下来照例用歌剧昧影的这台来遮一个霞 先来盖一下我最近疯狂熬夜造成的黑眼圈 其实我刚刚不小心把遮霞弄得太热了 所以我打算等它干一会之后再继续把它铺开 等它干的阶段我们先来遮一下我的痘印和痘痘 用的是这支Medicube的遮霞 因为遮霞它刚上去的时候可能会看起来有点白 它其实就有一点点极客氧化 然后氧化完了之后就肤肤色会稍微贴近一点 然后用鱼粉再把鼻翼这边稍微带一下 用海绵蛋把它稍微的开开之后 接下来就来上粉底 另外是我最近新买的植村秀的这个小磨砂瓶 它就两个色号之间它可能虽然只是差了一个数字 但是它那个色号差的特别多 所以我建议如果大家如果要买它 我们真的要是试一下色不能再往上盲选就入了 它是那种流动性也蛮强的粉底液 质地是那种偏轻薄吧 但是我觉得它的遮霞度是适中的 没有说是特别的均匀 也算是适中吧 氧化也不是很严重 后面有点后盖刚刚用刷子上这个粉底液 它真的有点蓝排开 然后干得有点快 体积把我的遮霞都秤掉了 接下来就去用毛哥肯定的这块高光膏来体量一下泪沟 我觉得它的质地就有点像浓稠版的 Hourglass Birch 硬妆呢依旧是Charlotte Tilbury家的粉饼 色号是Fair 用完刀之后接下来就到眉毛的部分了 用到的依旧是Benefit的这两支眉笔了 我的两支老乡好 今天要画的是一个古风眉 古风眉毛的特点呢 就是线条比较流畅 也是偏细长型的 会有特别明显的眉峰 更多的它是一个偏向线条很流畅的弯弧型 所以今天在画眉之前 我还特意把我的眉毛修了一修 先用这支细的来勾一下线 想画这种细眉的时候 其实可以稍微往上提一点 上面也可以稍微往下收一点 就稍微把整个眉毛往中间收一点 这样子看着也不会很奇怪 这个画完也会感觉细很多 先用这前眼的色号把眉头稍微填一填 把它梳开稍微对凝一点 前面这把遮瑕刷上面的鱼粉 给它稍微修一下眉峰这里 眉头也稍微带了 接下来眼影的部分也算是今天装容比较特别的一个部分 在画今天这个装容之前 我去看了一下这个游戏人物的图片 虽然这个图片不是很清晰 但是可以看到它这个眼妆主要是集中在眼睛的后半段 可以看到一些别的古风人物的图片 还设置了今天的眼妆 我们先要用到的是Colourpop的这盘 前人节限量盘All That 先选里面的一个打底色 给眼睛做一个打底为了后期更好的上色 接下来再用到的是Sweet Talk里面这盘的这个粉色 要给眼睛做一个大范围的打底 因为今天的眼妆也是要和腮红连起来的 就相当于整一块眼睛后半部分都是有一点红红的感觉 所以这个打底我们就直接用一把很大的刷子 今天用染眼影的范围也要比平常稍微长一点 基本上古风人物的眼妆他们都是整体的眼型会偏长一点 再换一把小点的刷子稍微加深一下 就只是集中在上眼睛后半段的位置 下面稍微戴一下 接着再换更小一号的预染刷 在Sweet Talk这盘里面这个更深一号的颜色 做一个加深预染 同样也是集中在上下眼睛后半段的位置 把它过渡自然之后我们要再进行加深 然后就继续用回这盘All That里面的颜色 换取这边这个比较鲜艳的红色 再贴近后半段睫毛根部的位置 再加深一点 加深的颜染走向也是往上走的 就有一点类似我前两期讲过的那个 平时四年几年中的颜染画法 再一点是像上次一样 用到一把比较小的点瓶刷子 放这边眼影的大部分就画完了 接着来照例用眉笔来画一下落彩 就轻轻轻轻轻的刷 因为我还想稍微给你 爆一点点泪眼汪汪的效果 所以可能眼下稍微再点一点这个3CE的一滴类 就稍微在下眼影中间带一点点就好 这样子如果拍照的时候打反光板 就会显得也能更的好看 接下来就到了眼线的部分 用到的依旧是Robbie Brown的眼线胶笔 和KC的眼线页笔 就用它来画一个内眼线了 因为我的眼睛实在是太圆了 所以我平时不是特别喜欢画内眼线 但画了就会显得比眼睛更圆 所以今天画内眼线 我就尽量把中间稍微画的淡一点 加强一下眼睛和眼尾的位置 有尝试让我眼睛看不起来长一点 接下来就是外眼线 因为外眼线也稍微拉的偏长一点 画一点稍微翻过眼的效果 要在不到眼尾的位置就开始上调 再稍微开一点点眼头 到这里眼妆的大部分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睫毛的部分 先来夹一下睫毛 今天的睫毛夹依旧是 上次大家给我推荐的Everlife 我感觉它的黑羊花睫毛夹 比一飞冲天要好用一点 睫毛包用到的依旧是KC的这两支组合 它蓝色其实不是特别明显 里面那个纤维还蛮好的 就是那种干巴巴的感觉 就不容易结块 再提了一层黑色 看完睫毛之后 瞬间觉得眼睛大了很多倍 但是接下来我还要用一个睫毛利器 就是这个网红A字形 单速睫毛 还算在眼尾再拎几分 让我的眼睛看是更内一点 粘甲睫毛的时候 我喜欢把胶水先粘在手上 用镊子粘甲睫毛 粘装水 这样就不会弄得到处都顺 对 这个长度为了上镜效果 就是直接用13-14的长度 大家平时如果出门的话 其实用12-10滴的长度就够了 我现在已经把眼毛贴好了 在下眼尾这边也加了两个 现在我这样一看可能觉得 点出红色的眼尾 所以可能还不太多 所以我就打算加一条红色的眼线在眼尾 会用到的是这一盘彩绘颜料 就直接用这样子一支笔夹在眼尾后半段的位置就行 觉得这种小棉棒在眼下点两个点 我感觉整个眼妆的底肤感就浓重了很多 到这里我们整个眼妆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修容的部分 用到的依旧是分歧beauty的修容棒 amber 和修容粉indasound 用这个修容棒的暗号 用下皮衣 眼尾的修容可能就打一下 下位性可能有点的眼尾 就直接去打颧骨了 接下来到腮红的部分 用的是max这块gingerly 位置也是偏集中的打在眼下 然后偏太阳穴这块的位置 也是要和眼影稍微连接一下 就有点像平时我们画高光的位置吧 就这样可能就会让我整个眼妆看起来 有一种向外扩的趋势 今天这个装容偏骨峰嘛 所以就打了一个比较高调的高光 但是我鼻子上还是想稍微再来一点 所以就在鼻头稍微点一点 但是就尽量用一个比较低调细腻一点的高光就好 最后一步就是盆装的部分了 用到的先是完美日记的这支摩卡少女鹰 联名款09号 它是一个比较日常的光色 我先用它来打一个碟 手指把它晕开 接下来会叠图一下意料的这支三分条豆 它是带一点点红棕料的镜面质地 把它叠图在这个上面中间位置偏厚一点 会做一点点咬唇的效果 尽量给伸手指晕一下 那么到这里今天的妆容就完成了 现在发型已经做完了 那么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一键三连哦 我也算万种风轻是非良人 谁能留心挫抚终身 最先动情的人 过去里人论 为人缠 我爱你苍凉双眼明月星辰 不愿万里扣入心门 一个公平的春 摘获了你手壳 献上一碗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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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 我爱你 你快爱你 我爱我 你orrώ 你 我爱你 我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